先搭去黃山 植物園站還未開 唯有下一個站濃動 出來看看找巴士再去植物園 裡面的景色有多漂亮 鳳凰山賓館 沿著這條馬路 順著車樓的方向去前面 看看找不找到巴士 廣東省專門學臨務的學校 要留意前面有個植物園 是世紀六周不是的 一定要來到植物園正門站才下 很多車來這裏 下車要走過對面 走過對面之後轉左手邊 原來有公交車直接來到這裏做總站 維他命B12好預期 走的時候很方便 在這裏乘搭去長班站 來到這裏 門口很大 但外面沒有什麼標記 所以真是口在路邊 要問人 問了兩個是坐環保單車的 一定是本地的 具備預算借10元 可以由地圓 moles滑 可以上,可以下,拿回原油的杯就可以繼續游過 大概十分鐘就要下班,所以下車游景點也沒問題 沿途是經過這些景點 踩車行都行,又挺好玩,四個輪子 這是和圓,可以吃齋的 和圓酒家,在植物園裡 和圓頭吃自助餐,好像很實惠 三十五元一位 有這樣的一位 其實,在那裡的餐廳 都是在那裡,都會放在那裡 所以這次的餐廳 也會放在那裡 等到那裡,又沒有很多人 也會放在那裡 會不會再放在那裡 還有,在那裡 也會放在那裡 有些人,有些人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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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很多蓮花 浸泡水應該是很美的 植物景觀生態園 夏天來這裏應該是很美的 想不到這裏這麼多孔 是屬於竹 龜背竹 出資有一點森林的感覺 來到這裏的樹是很高很高的 有很多也是攀著來生的 一直攀上去 動物界有藥肉強食 原來植物界也有 右手邊這棵是荔枝樹 榕樹幫它攪著它 就纏著這棵荔枝樹 溫室之前 有一間麒麟軒 也是這個餐廳 不想在室內 較為特別 就出來這個糖尖 這裏的茶座 也有另外一番風味 這裏是一個大露天 也有海鮮魚缸 又不可以選擇 有四個輪車 就要吹上去 旁邊有些別墅式的屋 走過那邊 就是一個主體 慢慢走過去 就是這個溫室 中途經過星光大舞台 還有一個大草地 老人票憑證件25元 如果不是就50元 今天特別 就是卯丹展 金雞賀年 這裏標榜的溫室 是全亞洲最大的 白卯丹 粉紅茅丹 大紅茅丹 黃茅丹 淺粉紅茅丹 這裏來了一個雪景 好應時的 茅丹花的話 花開富貴 線品都可以 選了一把線 送給人留念 可以提字 一百元 一個線品 原來這位是白居易 五十三代的孫 白玲坤 老先生 好多銜頭 即時提了字 難得 亦都上過電視 好多精品 在這裏 這裏是熱帶樹林 精華的地方 現在是溫室裏面的 那些氣筋 好厲害 原來竟然有些葵樹 叫老人葵 慢慢知道為什麼了 原來這麼多鬍鬚 真的很老 那棵椰子樹 長得很有型 真的有椰子在這裏 檳狼就聽得多了 原來這棵樹 就是這樣的 上面很多粒 就是檳狼來的 這裏是水生植物的角落 這裏叫黃蓮 大那些可以坐的人上去的 Victoria Water Lily 有個小的高崗 上來看更清楚 是溫室 看出來的 這裏叫奇翠植物園 這裏叫奇翠植物園 大學黃藍 大學黃藍 可以高到這麼高 這麼高的 都是藍花種 大學黃藍 大學黃藍 草蓉菇 和藍花種 葉子白色的 這些是鳳梨植物 菠蘿那裏 酒瓶辣 看上去 像酒瓶一樣 是否有 彌陀佛樹 果然是很特別的 永金蓮 生出來真的很美 整個金蓮花 涼亭加了一點點效果 感覺不錯 這個樹根真的很嚇人 整棟牆 這樣生出來 用樹根造成的 石壁根 兩面樹 這裡是另一邊看 前面是很平坦的那種 上高一點 就有一個高台 可以拉起來 有些櫻子 可以遮蓋太陽嗎 很高的 高度可以坐升降機 不過現在維修 立即變成一個很高的步步 這個大的溫室 過來旁邊 還有一個 比較小的溫室 進來這個展覽館 室溫保持25度 是用砌圖式 整個照片 給你們知道 有個概念 這裡的水晶 就當冰雪 一個石器時代為止的展覽 廣州第一村 在這個位置 下車 先來看一個圈 這裡真的比大虎山大了很多 摸了車之後 一會兒又有下一輛車來了 由於上回電池車繼續坐 很多水生植物 可以慢慢欣賞 都很清楚 水昂叔 就是前面這些 暫時見不到花 廣州 新石器時期的位子 飛鵝嶺 這景點叫做飛鵝展翅 《燦魚 nord條》 飛鵝嶺 《燦魚》 《燦魚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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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要摸著 怎麼回家 大逆遲 《燦魚中》 集中 要慢慢走上山 才能看到